林平在秀金山与拜登举行峰会 并与华尔街的大佬聚餐后返回中国 但经济低迷这没办法呀 所以他坐立不安 最后没办法又悄悄的离开北京到上海视察 为什么说悄悄离开呢 你看要求上海的市民关窗庇护 不许出门所有重要人物来访 搞得像鬼子进村一样 你看不是悄悄吗 的确中国经济目前问题太大 可以说直转急转直向 这老习怎能不揪心呢 每天有多少外资在撤离 又有多少内资在逃跑 你看纽约时报刚刚刊登的文章 还说披露中国这些资金是怎么跑的 怎么杀都杀不住呢 其实他们有的把它转换为金条 有的采取买房等各种方式 让资金润出中国 美国拜登政府在峰会后啊 并没有停止对中国的打压 在关键这个供应链上又出狠手 11月27日拜登主持成立白宫强化供应链任性委员会 委员成员那包括联邦政府中负责农业商务 国防人员运输情报等各个部门的内阁部长 以及美国的国务卿和美国贸易代表 白宫还宣布成立近30项增强关键供应链的新措施 强调与盟友合作 范围涵盖医药半导体能源关键矿产等 内容包括与欧盟建立半导体供应链 阻断早期预计系统 与日本韩国启动早期预计系统 列出关键的矿物 可充电电池等优先商品和原料 与澳大利亚加拿大 欧盟日本和英国等世卫组织合作解决 要无的管缺 也将通过了包括印太经济框架 繁荣供应链协议等国际协定 与组织来实践供应链的安全 这供应链就是针对中国 在关键的矿产部分 美国去年6月就与加拿大 澳大利亚 法国德国英国欧盟和日本韩国等盟友 成立了矿场安全伙伴关系 简称MSP 目标是确保关键矿生产加工回收 谋取供应链的稳定和多元化 白宫新措施还要求为了评估 特定关键矿产和材料贸易中断的可能性 美国地质调查局将为特定的全球关系 产品供应链开发数据库 目前的重点是半导体软件 中国不是的稀土限制吗 你看看美国要采取措施 那面对这么一种不断加强的打压和围堵 习近平怎么应招呢 这个习近平的应招很独特 这哥们思维与常人不同 他让国安部门出手 11月30日国安部门就发表题为 如何将战略产业维生素牢牢控制在自己的手中 称面对某些西方国家的围堵打压 保障关键矿产资源的安全 成为摆在中国面前的贺题 该文还进一步说 国家国安部门将严格防范 并打击境外机关和代理人 对关键矿产资源的情报 窃密活动 有意思吧 中国经济布置不是国务院跳脚 而是特务机构 国安委发威 这到底演的是哪一出呢 面对中国经济如此严峻的形势 难怪拜登说 习近平政权不会马上攻打台湾 因为中国自己的问题太严重了 习遇到了大的麻烦 在拜习会后 台湾总统蔡英文最近也表达了相似的乐观情绪 蔡英文总统在接受《纽约时报》的专访时在被问到如何评估中国 泛台的武力攻台的风险台的风险 他说了 我认为中国领导层此时正因为内部的难题不知所措 或许当下不是中国考虑对台湾发动大规模入侵的时机 蔡英文进一步指出 因为中国正面临内部经济 财政和政治难题 而且也因为国际社会表明战争 并非选项 和平及稳定 符合各方的利益 虽然蔡英文这个话说的很圆满 但是还是透露出一种乐观的情绪 今年11月 拜登和习近平在旧金山举行了峰会 美国一位高级官员就披露说 习近平在拜登说 他听到美国有各种报告 说中国正计划2007年或者2035年采取军事行动 他说根本就没有这样的计划 没有人向他说起过这种计划 当然了一个独裁者的话 谁又能相信呢 此外了 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 沈大伟教授也指出 说中国当前只面对三大挑战 哪三大挑战呢 沈先生的沈教授认为 第一是中国社会弥漫的不确定性 今天的中国社会在很多领域被普遍承载飘移感和不确定性所困扰 就是弥漫不确定性 其实简单的说就是中国人失去了方向感 第二是一切安全化 如果你想知道代表当今中国一个词是什么 那就是安全 他补充说习近平在2014年提出总体国家安全观已经从八个增加到22个类比 此外了习近平在20大演讲中说 交替使用安全和国家安全两个词语不下91次 这是一个重大的变化 共产党优先迅速 过去是发展 从邓小平到习近平现在变成了安全 安全渗透到一切的领域 沈大伟说了他揭示的是这是一个高度 没有安全感 不安全 没有自信领导人和政权 中国政权的眼里看到的都是外部的恶魔和敌人 所谓西方敌对势力被视为渗透到中国 破坏22类国家安全并意图颠覆政权 这是一个非常没有安全感的政权 我觉得沈大伟这个话说的有道理 因为在拜习会或者之前习近平跟拜登通电话时 他就反复要拜登表示 美国不会去颠覆中共政权 这话说的就没有自信感 既然你是什么文化自信 制度自信 那就不需要考虑这个问题吗 但事实不是这样 习近平好像就说了 求拜登 拜登哥 你一定帮个忙 不要去颠覆我的政权 让我还多涨几年权 你看这话说的 这没信心吗 第三个挑战 就是经济的停止和萎缩 沈大伟说 中国目前债务占GDP的比例超过了300% 甚至更多 这是一个极其危险的比例 其他还包括恒大碧桂园 等预千亿元的债务 将影响中国经济的发展 另外的国外投资 在中国是大幅下降 而人口出生率 也创下大跃进以来首次下跌 青年失业率超过两成 哪知两成 超过五成 甚至部分分析人士认为 可能高于两成 就业 结婚 购房 前景 暗淡 这就是中国的现实 像中国这样的国家 发展到现阶段 关键的议题 绝对是政治与经济的关系 需要突破 总能收入陷阱 实现现代化的发展 政治制度必须发挥促进作用 如果中国 如果习近平希望能够应对这些经济挑战 发展挑战 他就必须更加积极主动 更加积极回应 更包容 更便利 更妥协 更宽容 更透明 更真正 去中国化 理想的情况下 如果中国走向民族宪政 那就太好了 所以你看看 沈大伟先生就比较冷静 就提出了 其实习近平有三大风险 但是不管怎么说 拜习会后 应该说国际社会和台湾都洋溢着 这种乐观的情绪 因为习近平现在内外交困了 他就不会去攻打台湾 但是我在这里 要泼点冷水了 那俄罗斯在入侵乌克兰之前 也是问题残身了 美国CIA情报局 把消息 把进攻的时间点都说清楚了 但是没有人相信 甚至连泽连斯基还在怪罪拜登 说你这个老头 你天天捣鼓啥 你都说苏联要 俄罗斯要入侵乌克兰 我这旅游还怎么搞呢 而事实证明 拜登说的很精准 哈马斯攻击以色列 那也算是脑袋出问题了 你看现在 你突然袭击一下 发射五千个导弹 然后那就沾地洞 人家现在 那就等着你 要抓你呗 赶快又放人质 你这不是疯了吗 简直就是自杀行动 所以说呀 这个独裁者 或者是恐怖组织 他考虑问题啊 他并不是理性的思考 他会非理性 就像老习一样的 他被各种吹拉弹唱 包围像蔡奇这种 专门会拍马屁的人 就天天说 哎呀主席英明 主席伟大 远超毛主席 你是中国来自宇宙的领导者 你说老习听了以后 他怎么受得了了 是不是 所以他放坏事 可能性是存在的 已故思想家呀 王康先生 就保持着冷峻的思考 他说 中国天文数字般 冷可 幅员辽阔的疆域 近代以来 他的受乱 屈辱 创伤不幸 他的孤愤 积怨 记恨 危机 他与西方文明 失之交臂 而远未消弥的隔阂 一句 对治 冲突 还有那 成全不屑 却刺激 再度 引发 底层革命 和共产 胜战 以及那秦汉帝国 罗马帝国 和东西方 所有大帝国 的历史诱惑 都有可能 在某种历史环境下 一起转换为 一个高松而立的 红色帝国 中国 不 秦始皇 汉高 元氏族 明太族 秦氏族 毛泽东之后的后称 走上一条扩张 征服 革命 战争之路 他并不缺少原有 动力 和基础 帝国梦 一直是中国历史的主旋律 拥有最强烈的 难以抵御的诱惑 况且中国早已不是一个道德高尚的民族 满足这个儒信深重 又狂妄无忌民族征服和统治世界的帝国欲猎 远胜于在中国建立自由民族社会的理想 习近平手中还有很多牌 包括学习毛泽东 而毛最大的本事就是发动群众 中国有亿万人 尤其是年轻人都继承武士传统 年轻人天生亦冲动 有理想主义 但又少不根治 最容易被影响被利用的群体 如果把他们发动起来 如果将亿万中国人发动起来 将会形成巨大的力量 西方当然还未被削弱到任中共为所欲为的地步 中国人反抗 中共统治追求自由的力量也在增长 历史不会简单的重复 作为独裁者 习近平的才能和智慧 远不能与希特勒 斯大林和毛泽东相提并论 但我们也必须看到 习近平集团拥有的军事力量 国家资源 操控民众 以及实现世界战略的目标的手段 已不逊色于古今中外的独裁者 任何追求民族宪政的人 始终应该对中国这个共产极权暴政 不可蓄意放弃警惕和责任 好 各位观众朋友 今天的话题聊到这里 明天咱们接着聊